第1016集 犹豫和挣扎 见人事听天命 昨晚这件事你又可以选择离开 也可以选择留下 我在海外呢有个地方 你要是想去也可以 那里没有人可以打扰你的生活 莫小瑜说道 你这是在给我承诺吗 陈南路扬起脸看着莫小瑜问道 算是吧 你既然肯为我做这件事 那我们就是一条线上的马场 无论怎么说 这点道义我还是会讲的 莫小瑜微笑着说道 陈南路以为莫小瑜会对自己 做出一些难以忍受的事 比如动手动脚 但是没有 他的手一直按在他的肩上 一动不动 只是陈南路感觉到了 莫小瑜手上的力量 随着莫小瑜的话 他的手在不断地加力 有一刻 自己实在是不能忍受了差点叫出声来 但是这和当时莫正琪折磨自己时的疼痛相比 也就是小儿科 他清楚地记得 自己住院的那段时间 每当夜幕降临时 他都会感觉到末日来临 因为莫正琪会来到医院里 在他大腿内侧最娇嫩的肌肉上 狠狠地拧上脊巴 那种疼痛是可以预见的 因为每次都是如此 一段时间之后 自己的大腿内侧已经是青紫一片 但那个地方谁能看到呢 所以 这种可以预见的痛苦让人心悸 有时候真的都喘不上气来 莫小鱼手上的力道有分寸 这完全不像是在折磨自己 相反 通过这种力道 使他获得了力量感 对 就是这种感觉 力量感 莫小鱼 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魔鬼还是天使 有时候我很感谢你 但是我内心里却一直都在怕你 很害怕的那种 你在算计别人的时候 我也在担心 你会不会有一天 也会这样算计我 终于 等到莫小鱼的手 从他的肩上拿开时 他站了起来 回头面对莫小鱼问道 我从来都不算计自己人 莫小鱼微笑着说道 董子墨呢 他会算计自己人吗 陈南露吐出一口气说道 我不知道 但是 我也是被他算计过的 可能我和他不是自己人嘛 但是如果连自己人都算计 那这人实在是不值得叫 莫小鱼说道 陈南露很犹豫 不知道自己这么做 到底对不对 他看着莫小鱼 直到被看得实在是不好意思了 才低下了头 他把自己的第一次给了莫正齐 把自己精神出轨的第一次给了董子墨 一次被动 一次主动 难道自己要主动一次吗 莫小鱼不知道这女人在想什么 但是绝对没有往那方面想 可是你越不想的时候 这事偏偏还是来了 陈南露走向莫小鱼低着头 好像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但是这事确实又见不得人 自己怎么学会主动出击了 自己不是很害怕他吗 可是在这一刻 自己的胆子却大了起来 他的手抬起来 虽然像是绑着千斤重的铅块 但是却使出了浑身的力气 终于抓住了莫小鱼的领带 怎么 有事啊 莫小鱼感觉到陈南露 有点摇摇欲坠的样子 双手扶住他的肩膀问他 陈南露像是下足了决心 抬起头 泪眼迷离地看着莫小鱼 像是渲染欲滴 又像是春潮泛起 怎么了 怎么才能变成自己人呢 陈南露问道 他的内心里是犹豫和挣扎的 他不是杨眼妮啊 杨眼妮虽然也是被迫 但是却接受了莫英泽的好处 那就是代为疏通关系 一步步往上爬 但是陈南露一直都是被动的 一直都是生活在恐惧和不安理 用一句时髦的话说 这是一个绝对的良家 但是现在这个良家居然说出了这样的话 迈出了这样一步 别说莫小鱼了 就连他自己都感觉到不可思议 自己什么时候变坏了 莫小鱼看着他 看着他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但是因为眼睛里蓄满了泪水 眼睛闭上之后 眼瞼就像是绝口的堤坝 两行泪水顺流而下 莫小鱼心里叹了一声 就算是陈南露现在送上门来 但是就这么个表现 自己依然是没有任何兴趣 我说 你不需要这么做 我不会算计你的 说来说去 是你的命太苦了 我可不想在你的伤口上撒盐 也不想让你迫于无奈 做这样的选择 好休息吧 有什么事 及时通知我 莫小鱼说道 说完就松开了紧紧靠着自己的陈南露 转身要走 但是没想到今天寄领带是一个绝对的错误 居然被当成了狗带 陈南露不松手 莫小鱼就走不掉 无奈 莫小鱼只能是后退一步 看着他说道 我说过了 你真的不需要这么做 我能理解你怎么想的 但是我信任你 你信任我 这就行了 有必要走那一步吗 有 你是不是嫌弃我 嫌弃我背 陈南露想说自己被那个死老头子糟蹋过 但是话没说完 就被莫小鱼用手捂住了嘴 哎呀 你这又是何必呢 莫小鱼没好气地说道 从你打电话叫我来上海 我就准备好了这一天 现在不是一个好机会吗 我说过 男人出轨多半为色 女人出轨多半为情 我虽然没有爱上你 但是至少你给了我安全感 冬子墨能帮我 但是却没把我从活海里拉出来 是你把我拉了出来 虽然是交易 但是我很感激这样的交易 我都这样了 你还没有理解我的意思吗 陈南露说道 我要的是钱 没想着破坏你的家庭 既然穆正琪现在对你不错 何不将错就错呢 也算是给他一个机会 无论是真的还是假的 日子不就是这样真真假假过来的吗 莫小鱼说道 我发现男人有时候废话也特别多 陈南露松开了莫小鱼的领带 但是却在做另外一件 让莫小鱼目瞪口呆的事情 他在一个一个地 解开自己的扣子